由王自剑、胡幸儿、袁承杰等人领先主演的院线喜剧电影《我为车狂》5月13号 在上海举行发布会 该片讲述了四个陌生人 因为一辆豪车而引发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事情 居其 这也是胡幸儿婚后宠思拍摄的电影 此次有报道称 胡幸儿赴内地拍出这部戏 要离开香港一个对月 让胡幸儿老公李承德很是不舍 在被问到老公有没有来探班时 胡幸儿说道 没有没有没有 公开场合没有来 公开场合没有来 公开场合 没有都没有 那两个人是什么 就是会就拍戏中间去 是可以回家老板去 没有啊 我们就期很多了 每天都会拍 原来为了拍戏 胡幸儿都不回家见老公了 真的是拼命三宁呀 有段子丑王自剑和发尔青年元春节在现场 绝对少不了调侃 二人声称胡幸儿婚后曲度变大 值得胡幸儿连连否认 因为知道他结婚了 所以就敢开一些玩笑 不过你现在教他一些 你们怎么这样啊 人家结婚了以后才那样 我自己家还是教你很多 现在的我都没有 那就是说如果我不是 我教你也记得你还记得吗 出来调开曲度问题 虽然还拿年龄说事儿 大家猜一下我们四个人的年纪最小的是谁 你 大家猜不出来吧 就看长相 大家猜一下 应该是我 就自己的年纪 就是看上去应该是我的 大家可以去摆住一下 大家应该都知道年龄最小的是我 我们要对他的年龄最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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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阶段